新界北区一带抽发展的时候 又是粉岭和龙间 小八站往平尺 对面 这间和平尺就是超级大路 在这里住也好 在这里做生意也好 整个门面也有在楼梯位 这个上去楼上的角楼 先留在楼上 整间店铺 我们现在要租7万元 铺骨式新铺 给你20万 资助你进场 整好一些店铺、装修、宣传推广 总之租口 业主也好 进来楼梯看 整间的铺楼和你走一转 进来这边 这就是楼梯位 在楼梯位 上去楼梯是上角楼 上手是直接住在这里 这里也有变了 你们一个洗手间 我发觉这间店铺有很多洗手间 一个洗手间 我已经看到 一边进来这边 中间这里 再到这里 是第二个洗手间 已经数到有两个洗手间 在洗手间位置 之前这里是一个花店 向着后面的一个行 但是这个行也很阔 很多人在这里做生意 集团不能锁住 再上去上面的时候 这里阔 大约是12-13尺 深的时候 这里是60尺 深前后门 你想怎样 到大约了 在这里 建筑名积 1070尺 入职角 使用名积的时候 是560尺 即是地铺 加上楼梯 就是1600多尺 上去这个角楼 这个就向前面 去和龙街坊 入职角 这个我告诉你 这个向前面 前面的 平邪 的小巴站 这里就有一个厨房 外的厨房 在这里 住在这里 分为大陆的开心 就是前铺 后居 大哥 大哥 买住宅吗 这里有厨房 还有洗手间 加上这里有洗手间 来浴缸 三个厕所 来浴缸 铺里面 有浴缸 三个厕所 这些叫做 这些叫做 不知道多少厨房 多少厨房 多少厨房 这里 又向这个厨房 下到下面的时候 就是这个 粉丁 旺铺照族 这间店 总之 你知道 这里是民生位置 週末的时候 有很多人留 平时就有很多人在 还有最重要是 新界的时候 黄厚山也好 One in the world 行基的项目也好 也有很多人来这里 总之在这里 旺铺照族 七万元 鳳梅室三部 支助你入民 去房门 进来的时候 你减少你的创业成本 进场 好了 鳳梅室三部 支助你七万 千多尺的地方 喜欢联络我们的同事们呢 又看看以下的例子 我们如何支持租屋 总之租客户 業主也好 恭喜租客 恭喜租客 商铺商铺 商机行先 铺头行后 本生意最重要 在铺里面做得好 商机好的 自然铺的价值都上升 自然 租客和业主 大家就共创商赢 因此我们 盛惠商铺基金 推出全港首创 服务式商铺 三大优势 一 现今资助 租客在铺里面 开业的成本降低 令他开业装修 专专推广 层面做得好些的时候 更加商赢 二 我们经常会和租客 坐下 量一下鸡仔的 生意怎么能做得好些 给他多一些想法 最重要是赚钱多些 三 就是我们专业的团队 什么都不做 每天在搞铺 自然风火水电煤 潜建 流水什么都好 那时候跟得足些 自然租客可以专注做好贵门生意 不要听我说这么多 听我们租客怎么说 我姓思的 我在湾仔这区 经营打篮 做了三十多年 刚要关注 密识到 盛惠这间 巴路市街十四条地下的碰口 现在经营打篮小赛本 首先解决了 我前期资金的压力 令到装修可以延期完成 快点做生意 快点开张 另外李山和盛惠的团队 就帮忙宣传 赞助我们的招牌赛 又出钱又出力 这样可以宣传 令到我们多了很多生意 多了很多外来的人力 我叫Otto 就是日资院的负责人 我租过盛惠几间店 都是做一些日式外买的生意 都是用日资院的牌头去租 现在一间就是王后大导西的分店 就是在正街和王后大导西交界 在王后大导西270号那里 有啊有啊有用过盛惠的服务式商铺 这一间也是的 之前服务式商铺 他们都会提供一些装修的资助 例如招牌的装修费用 另外会提供一些服务供应商 例如POS 另外盛惠团队都会帮我们做一些市场 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宣传 例如我们在圣诞的时候 也帮我们做过圣诞套餐 另外也会提供一些定价策略 给我们一些资讯 我们也会帮我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